现代人工作忙碌 早午餐时间经常透过外食解决 不少上班族连前一天吃什么都不太记得 昨天好像是跟同事去吃便当 不对哦 那好像是前天 昨天好像真不太记得 昨天午餐 水饺吧 因为我不是很饿 所以我记得好像是水饺 多数民众在外头随便吃吃 填饱肚子就可以 但其实吃什么都和大脑息息相关 当心吃的不均衡 可能加速大脑退化 大脑其实从40岁开始就会 它的那个功能就会下降 会开始衰退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善待它 长期的营养不均衡 就可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衰退 医师指出大脑衰退40岁就开始 看看国人常见的三餐组合 例如早餐吃个便利商店饭团加豆浆 午餐健康便当加上晚餐咖喱饭 看似丰富 但这样一整天的营养真的够吗 健康餐盒非常的不错 蔬菜量呢也还可以 可是呢因为明显的无法提供到一整天 需要至少1.5份每一餐都有将营养素缺乏的缺口存在 其实长期下来呢就会有营养素不足的问题 卫福部国民营养调查显示 国人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取 都长期未达建议摄取量 像是维生素D和E 矿物质钙心和美都没达标 医食建议应该及早补充营养素 美国刊载在临床营养学期刊上的统合分析显示 综合维他命对于整体的认知功能和记忆都有好处 每天有吃综合维他命的人相较于使用安慰剂的那一个组 大脑的认知功能可以说是年轻的接近要两岁 维生素的摄取上面缺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都会希望它是可以摄取有20种以上的维生素的这种维他命 台湾古早的民间问候语 现在听起来不只是一句关心的话 或许也该提醒亲友饮食要均衡 适时补充营养品才能有效维持大脑健康 明时新闻中博导